哈喽大家好 我是蜜子军 今天我们要吃的是 流量密码 曹士特辣 在家辣 养了一个外卖 真的这个分量真的贼干人 程度有很多家 但不知道哪家到底是真宗好吃的 这两盒你们猜猜看价格 闻着反正很香 不说话不说话 不说话少说话少说话 我现在拍视频就切记 少说话少说话 因为我来拍这个 不是水有点太多了 我有点怕 所以找了一些解辣的两种烧麦 你们平时吃的是什么烧麦 一个糯米的 一个鲜肉灌汤的 还好呀 不辣 婆婆 有些朋友嫌你太潦草了 还是小白羊瓜 以前拍视频在旁边就睡觉乖乖的 很安静 不像你 这么 活躁 又大家了 能不能像小白羊姐姐 我还以为它是整只的鸭腿呢 就为它帮我砍了的 鸭肝 鸭肝 你们吃吗 好 肝 鸭肝 鸭肝 好 肝 鸭肝 好 肝 鸭肝 大鸭腿十块 大鸡腿六块 如果是我的话 跟推这鸡腿 哇哦 豆泡 看一下汤汁水 水 鸭肝 好吃 好吃 又跳 香豆腐 这个食材我就是吃朝市 爱上的 爱上的 香豆腐 香豆腐 还好其实这家没有很辣 我记得我才来成都的时候 我的那个潮湿亚伯 我是吃三口 就整个人受不了 然后需要过水 微微微微辣 微微微辣 我都觉得很辣的那一种 这个呢今天是特辣 变开辣 再加辣 其实吃到现在依旧是美味 你们的魔鬼它又来了 这二个 成都的姐妹们 如果是你们的话 主食会怎么点 米饭 泡面 土豆粉 少粉 我是发现了潮湿是肉不辣 但蔬菜贼辣 好辣 我要冲个喝的 我的天 潮湿主食的心得 我给大家总结出来了 点米饭的话 咱就是解辣的 如果点泡面或者要入汤的 就是想要重口 想要被辣 想要被刺激 就可以点泡面 你咋子嘛 我不想爆裂 你怎么牛腾上来了嘛 哇哦 哇哦 这个会是什么口感呢 哦 土豆 哦 土豆 哦 土豆 哦 好辣 最开始真觉得不辣 到我们被解辣了之后再吃 耐辣的程度就降低了 你今天要咋子 我做你 1 2 3 GO 难道我 我又初恋了 不可能我 我又初恋了 可是 再来一个 自己也要吃 我的潮室最爱清单 荤类不多 鸡腿 猪皮 没了 最爱的就是这两个 蔬菜跟汤水就太多了 豆泡 油条 泡面 腐竹 这点留着晚上再吃 我再推荐一个那个 这个水稿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 正好被辣的 被解解辣 我从19年知道这个的 我更喜欢他们的黑糖珍珠 还是他们家的冰沙 家里面被我吃完了 每一口都能吃到 糯唧唧的珍珠 鲜肉烧麦 你们吃的烧麦里面一般是包肉 还是包糯米 好吃 好吃 我觉得我又可以缩 缩一口了 我刚刚去省视频 然后我看烧麦也有点凉了 我就放在锅里面去加热了 还好没辅 完全受干了 我这个血管也花了 你们看见你们脆脖脖认住了吗 嗯 好 excited 香菇猪肉 三丁 这真的是最外地的我来说 我吃过最好吃的糯米烧麦了 好的糯米烧麦 江苏库那边做的很好 就有各种味道 因为在川普这边 我小时候之前吃的烧麦里面 就糯米 然后加点酱油什么的 就没这么大 然后没这么多的馅儿 也没这么多的肉 这个应该是梅干菜的 非常优秀 像我们这边人 想要吃这种品质 爱马仕的烧麦 只能在网上买 见下没得卖的 就比我们这边便利店的烧麦都好吃 食不相瞒 我说我们这边好吃的糯米烧麦 就真的是在便利店里面的 非常满足的一顿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请问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面子鸡 MarisMIS 大家的多多评论会在上面 进行回复大家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和虚的视频 想听原声吗 如果想听原声的话 我就用原声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原声 就有的时候很粗犷 就太男性化了 就不温柔 但是 但是人家又走的是那种 比较元气 就是 就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风格 就我怕我的原声 把你们给吓着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